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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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天啊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請說要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水千千 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 我個人只要去日本料理店 只要裡面有這三個字 我一定會點來吃的 那就是玉子燒 但是呢今天要做的玉子燒呢 跟大家印象中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要加一些我自己的痔瘡 跟一些我喜歡的料下去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我也是wakana night 因為我沒有做過加這麼多料的 究竟能不能成功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不會這樣 祭り 想不到吧 想不到吧 許不會棒 打蛋 打蛋 OK 完全可愛 OK 交換蔥就好了 递不到玉子燒嗎 I can believe 好 要來濾它 交換蔥 什麼意思 這麼大 好 要怎麼濾 很像我們有種烏度娃娃之類的 所以現在又要吃蘋果啊 接下來加高湯 你們也可以用煎魚粉泡啦 OK 永遠可以去那個蛋腥味 沒這麼多 OK 完成 我們要來開始煎囉 我現在有一點點緊張 好喝 好喝 太喝了吧 好喝 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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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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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worry 我觉得还可以 还可以 太大块了啦 怎么办 等一下 可以… 觉得我的鱼子上后面炒蛋了 来 我们重新开始玩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做的呢 是炒蛋 切辣萨 虾虾虾虾虾 虾虾虾 Oh my god 你知道嗎 很多人說 千千我覺得你現在的影片啊 都沒有地獄廚房 怎麼會這樣 太大塊了啦 怎麼辦 太大塊了 太大塊了 太久了 先一個蛋餅蓋上去啊 反正就覺得 大家前面煮得這麼失敗 怎麼還可以成功 Yuma 最後一翻 你跟我說是可以起來 硬得起來 OK 各位 我剛剛其實有嘗試的想擺看 但因為 它擺不進 我跟你講 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我 來 我告訴大家 東西做失敗的時候 不是做失敗 東西做得不好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有醬料可以補救的 其實前面呢 我放的醬就已經滿多的 所以大阪燒醬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美乃滋 我們再撒一點點青粉 哇嗚 看起來是不是很正ですか 這個呢就是我今天要做的 大阪燒煎蛋 上菜 上菜 完成了我們的 玉米燒嗎 我們的大阪燒 不知道是什麼啦 對 好像跟開頭要做的東西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想不到吧 我就是那麼的讓你出乎意料 我們來切開看看 我們先來吃第一口 看一下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來喔 好吃耶 雖然它的樣子非常的荒唐 也不是荒唐 它樣子非常的隨心所欲 然後又很自在的那種感覺 然後又有一種衝突中 帶有一點點美感 但是呢 它吃起來很好吃耶 因為剛剛有先濾過 所以它蛋吃起來其實還滿密的 然後吃起來其實有點點偏鬆軟 而且因為我裡面放還滿多料的 所以吃起來還滿甜的 而且洋蔥的甜味很明顯 有…牽絲了… 這一塊有牽絲 而且這一塊很漂亮 你看 是不是很漂亮 然後冒著煙這樣子 我嚇死人了 很好吃耶 我很棒耶 大家喜歡吃甜的 乾口的玉子山還是喜歡吃鹹的啊 之前日本有統計 大部分喜歡吃乾口的票數比較多 然後就讓我想到之前我看的那個 如果30歲還是觸男就會變魔法 吃裡面 哇 這段念超快的耶 就是安達就住黑澤家嘛 然後早上的時候 他就準備早餐的時候 黑澤就問他說 玉子焼 甜的嗎 甜的嗎 甜的 了解 喔 好可愛喔 但是黑澤在問的時候 他的手其實已經放在糖的那邊了 其實他知道啦 只是問一下而已啦 他已經有調查好了啦 好鬆軟的玉子燒耶 吃起來雖然沒有那種 一層一層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口感其實很像 只是料很多這樣子 我覺得我這一次會煮失敗 是因為料太多耶 因為我之前其實有用平底鍋 做過類似的 然後很成功 我就覺得我這一次應該可以很成功 因為沒有很難 然後這一次會撕飽 我就想說應該是料太多了 連我私有都說他覺得跟外面的玉子燒賣的味道有點一樣啊 所以他其實只是長相比較粗暴一點點而已 籃子和料理 有沒有 其實還滿漂亮的 吃到這個啊 玉子燒就讓我想到 之前還有開箱那個玉子燒的罐頭 可是那個我不喜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一支影片 在這裡 大家可以點進去看 那個玉子燒罐頭我就覺得 紅腿耶 沒吃耶 好好吃喔 它裡面超多汁的耶 不是那種沒有熟的汁喔 是因為它很鬆軟 然後我裡面又放很多那種 像洋蔥那種咬著會啵啾的那一種 有吃過自己心目中 只要一講到玉子燒 你一定會想要推薦的店家嗎 我還記得我之前去日本的時候 有去排那個日本竹地 它有一間排隊排很長的一間玉子燒 然後我就有特別去買來吃 但那一間我其實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有點 對我來說有點太甜了 大家有推薦的可以留言給我 我好喜歡蛋料理喔 我每次看到只要有蛋 我都一定會點它 它其實還是有一點點 一層一層的感覺耶 自己做三 這是玉飯糰 但我覺得還好我剛剛有加那些調味料 因為我發現呢 剛剛吃到後面的時候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清淡 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口味上比較單一的關係 所以我上面有加一些大阪燒醬 跟美乃滋的時候 我就覺得它有達到味變的那種效果 就是轉換一個口味 你們不要看它今天長得如此之粗暴 你們就不想做做看喔 這個做起來其實真的滿好吃的耶 其實長得有點…對 滑一轉眼就來到我們的最後一口了 最後一口 我們的大阪玉子燒 看起來算是相當的成功啊 消滅了 沒有成功嗎 吃完了我們的大阪玉子燒 看起來是相當的成功啊 如果你覺得跟前面講的有點不一樣 我就是這麼的出乎你意料之外 想不到吧 好 那今天呢做的大阪玉子燒 我覺得比我預期的好吃耶 因為我剛剛中間就是一度崩潰 想說我到底在做什麼 真的變成地獄廚房了 結果我剛剛一吃就 有出篩的可能喔 就我覺得比我預期中好吃非常多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真的可以做做看 但記得料不要放太多 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料放太多 就是我想說就是很容易發生失敗 可能就是我內心 我某一個你知道 某一個腦子裡面就是在思考 我今天就是要做大阪玉子燒 所以就會翻沒有那麼的順利 對 就是這樣子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真的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子 掰掰 大家覺得我是天使廚房還是地獄廚房 等一下 先不要回答喔 我剛剛開始吃的時候 我覺得是非常好吃的喔 只是前面很失敗 所以到底是天使廚房還是地獄廚房 應該是天使吧 天使吧 是嗎